今天我們呈現 傳說最悲劇的英雄 你即將再也看不到他 這次你再也看不到的 極限三連運 再把敵方從家裡 擊退到外面 嘿大家好我是尚恩 請問你比較喜歡呢 現在的歐米加 還是呢即將重製成的 這一位 不管怎樣呢 這個重製已成定局 一人一戰 緬懷歐米加 這次目標呢是三千個讚 喜歡影片呢不要忘記訂閱 還有打開小鈴鐺 雖然穆加絕即將被重製被削弱呢 也不用太過悲傷 那值得開心的是呢 至少我們現在還玩得到他 還玩得到他超OP的玩法 先開一技呢 擊飛 暈眩 再擊飛 然後再開大 這個控制過程呢 比RS的更加久喔 而且呢還是範圍控制 雖然只有不到0.2%的出場率呢 但是歐米加 也是一個冷門神角 高端局呢跟捷賽 都可以看到他 雖然我們知道他即將被削弱 被重製 但也不能夠阻止我們現在 繼續玩他 活在當下的心情 雖然呢我們也不知道 2020能不能順利的度過 但我們已經撐到了8月 不是嗎 那看到歐米加呢 一個想到的就是人生書家 演唱序嘎 邏輯香港的朋友 一手又神又嘲諷的歐米加 還有他的夸克 那重點是呢 他的頻道影片都挺幼稚的 都有他的原創新 喔還有一位呢 值得提的是搖了搖頭 那我們特別欣賞呢 有原創風格的傳說YouTuber 那回到我們的主角歐米加 出場奧義開始 首先呢他的念法 到底是歐米加 還是歐米切 請投下你神聖的一票 奧義的話呢 基本上可以這樣出 精靈的位置呢 可以改成庇佑 如果你想要當一個 有劍版的男人 再來呢 裝備你可以當我們這樣出喔 大部分時候呢 都可以這樣出 出這個裝備好處呢 冰袍有緩速 有冷卻 鋼槍呢有冷卻 還有物防 生命值 還有物理穿透 讓我們打人更痛 如果是大逆風局呢 可能我們彈也彈不住的話 可能就要先出板腳 還有腰帶 這樣子就物防模防 但相信呢 不會大家把把都大逆風吧 那玩歐米加呢 有個訣竅喔 首先呢利用他的走位 開啟技能呢 加盾又加跑速 光是這點呢 就可以煩死對面了 法師跟射手呢 絕對覺得你很噁心的 只要你靠近他們 他們就一定要拉掉 拉掉意味證呢 他們會沒輸出沒控制 但是喔 玩輔助的話呢 關於走位跟戰士也是一門學問喔 沒有你看的那麼簡單 你貿然走近草呢 就會被敵方的射手法師 射到殘血 沒有人會這樣做的喔 最理想的情況呢 就是冷鬥失重 跟隊友一起去探查 比如跟你的法師一起走 跟你的大野一起走 掌握好歐米加的走位之後呢 接下來就是技能精準度 一技能的擊飛呢 有一個小延遲 所以我們可以先用二技能 把敵方暈眩之後呢 再擊飛 尤其是前期呢 跑速不夠快的時候 到了後期呢 跑速比較快的話 我們可以先開一技能 擊飛 二技能暈眩 老在這個擊飛 這些控制呢 都是範圍的喔 如果敵方一堆人 聚在一起呢 最好 之後呢 我們還可以再開大招 把敵方彈出來 大招很好用喔 可以用來救隊友寶牌 也可以把敵方彈過來擊殺 總的來說呢 如果你的走位越蛇皮 你的歐米加呢 就會越強 像上一部的一耿絲呢 是吃隊友喔 一耿絲把人控住呢 你對外過來收頭 而歐米加呢 則是吃你的走位 我們不單止可以控人 也可以把敵方 噁心到不行 甚至呢 給敵方造成 心理的創傷 相信我呢 敵方的射手跟法師 被你抓過幾次之後 他們會完全不敢出來的 只會跪在家裡 那歐米加呢 非常的克制 沒有位移的法師射手之類的 當中一個訣竅呢 就是使用一技能的盾 畢竟我們怕消耗嘛 一技能的盾用得好呢 抵擋掉一些傷害 這樣子我們會舒服很多 基本上呢 歐米加適合玩輔助 遊走 做一個指揮的位置 一直以來呢 輔助跟中路 都最適合做主擴 指揮的位置 畢竟呢 他們都有一個共同點呢 就是不用吃病 像打野啊 要忙著吃野怪 其他凱撒魔龍呢 要忙著洗病 你玩輔助的話呢 當然不用吃病 你玩中路也不用吃喔 你的隊友會過來幫你吃 任聾的請點個讚 那歐米加一個好處呢 就是我們的技能 都可以暈塔 一招跟二招 我覺得現在的他呢 其實是比較強的 如果要玩輔助來說 至少呢 我們的加速跟護盾很有感 再來呢 我們的擊飛 是馬上生效的 不管我們的擊飛跟暈眩都是喔 可是改版之後呢 會變成要疊小飛機 小飛機疊滿之後才會暈眩 這疊的過程呢 在高段局早就鳥飛吐走了 是暈不了任何人的 除非官方把他的一技能擊飛時間 增長 增長的話呢 就會太過OP了 這點呢 就考驗官方平安的功力 先不是說改強後的技能組好不好玩 通常呢 新鮮的技能組都是比較好玩的 比較值得可惜的是呢 歐米加現在的外觀 總覺得有點遺憾 確實呢 現在也沒有人會選他喔 出場率不到0.2% 可能呢 官方會覺得 會不會是因為他長太醜了 但是呢 如果把歐米加這個英雄 硬生生的取消掉 對老玩家來說呢 就像缺少了什麼 好像遊戲變得沒那麼完整了 那希望官方至少呢 保留他 他這個造型 等下塔剩一點血呢 我們也可以直接把他拆到喔 除了暈眩呢 還是有傷害的 跑速很快的關係 還有護盾 歐米加呢 也是一個挺流氓的角色喔 可以比較囂張的走位 而且呢可以暈塔的特性 讓他不怕防禦塔 跟流氓流輔助的代表 莫托斯相比呢 我們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莫托斯的強項呢 是在於他的瞬間爆發 比較高一點喔 可以自己單殺一些脆皮 我們的傷害呢 就沒這麼高了 但是呢 還是可以達至百分之三十左右 也就是說呢 如果敵方的 法跟色呢 殘血 我們還是可以把他們收掉的 要注意的是 我們的控制隊友延遲 比如一技能呢 跳起來 再往下揍 二技能呢 有一個舉盾的動作 而好消息呢 是我們的跑速很快喔 只要跑速夠快呢 都可以解決這些延遲的問題 還是要注意一下敵方的霸體喔 比如瑪羅斯大招 或者納克羅斯大招等等 歐米加本身大招呢 冷卻不算久喔 用完呢 再一下十多秒 可以再開一次 這裡我們短暫做一個代線的動作 是因為已經有很大的優勢了 而且加上呢 隊友也不太會代線 輔助呢 通常不要做代線的這個動作 我們盡量不要露頭 只要你輔助一露頭呢 敵方就知道我們在哪邊 很好抓 也很好抓我們的隊友喔 所以呢輔助不露頭是一個基本的 多少把自己當成刺客 有事沒事又泡在草叢吧 觀察一下我們這一場的打法呢 基本上我們都到處遊走 不然就蹲在某個很深的草 除了能夠看視野呢 也有機會抓到敵方的後排 反正你用完輔助 切記切記 不要跟著隊友 撲入你自己的視野了 像這樣子暈眩 擠飛擠飛 最後再把敵方彈出來 有沒有覺得很誇張 遊戲進入後期 可以抓到一個靈地 一樣喔 擠飛暈眩 大招處理 帶走 這套控制呢 基本上空一個死一個 還有要的話稍微注意一下 他有一帶清醒 那這裡面有什麼兵線呢 我們先來拿個凱撒 最後再來進攻 這個靈地跑很快 快不夠拉威爾的大招 接著我們的敲飛 暈眩 就跟大招彈回來 那是完全的絕望喔 大招能把靈地的隊友隔開 彈開 敲笑了他的最後一根釘子 點著兵線進來 那這邊五打四五打三 壓深一點呢 用來保護我們的兵線 最後遊戲進入尾聲了 那這也是我們的 當前版本的歐米加 很有可能是他的最後一部影片 那最後一次 我們好好欣賞 這麼修的五部吧 那我是尚恩 我們下次見